美國選舉 結果已經有了 我們是重視和任何地方的經貿關係 而香港是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 我們一直是奉行自由和開放的貿易 支持多變貿易 我和香港特區都重視傳統市場 我們也會同時努力開拓生興市場 所以我歡迎不同的經濟體 包括美國和香港進行正常的商務往來 經濟活動和人民交流 美國在香港享有重大的經濟利益 在過去十年和香港的貿易盈餘 現在是錄得2700億美元 並且有超過1200個美國公司 在香港開始業務 我們希望和各個經濟體 包括美國發展公平和自由的貿易關係 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之下 推動互利共贏的貿易關係 但也會有底視纖維 保障香港企業的合法權益 香港是一個重視我們法治的傳統 也重視自由貿易 所以這兩方面 我希望任何國家都會尊重香港特區 不要用一些政治的干擾 去影響特區的司法 以及我們的正常的商業活動和商務往來 我們可否還可以做出現 現在我們可以選擇 其他人的抵制 其他人的抵制 在我們的抵制 再抵制 這次的抵制